现在的家长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都一直要求个性 而且不想要和别人重复 所以说不管是取什么名字的都有 但是也要注意名字仅仅是一个代号 如果取得特别生僻的话也确实不好 那么在娱乐圈内有哪些女明星的名字会比较好听呢 张静初虽然说这三个字都是比较平庸 但是结合在一起的话绝对是非常完美 加上本人的颜值真的是对得起这个名字了 江一燕这个名字是非常的美好 听起来就是充满着爱心 并且比较阳光的女子 江一燕也确实做到了爱摄影 电影也非常的具有演技 而且还去山区进行支教 这绝对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到的 江书影也曾经和孙洪蕾进行合作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她绝对是女神的级别 就连吴振宇都说这个名字是非常让人不可思议 取名是通过《山源小梅》这首诗所取的 非常具有文化内涵 《萨鼎鼎》这个名字 虽然说猛的一听是感觉比较习惯 其实它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 而是周鹏 用这个名字在歌坛里面打拼了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有任何的名气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个名字适不适合女孩的 自从改成了《萨鼎鼎》之后 就瞬间火了起来